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宏庆与宁波市委副书记市长汤飞帆举行会谈 宏庆代表延边州委州政府向宁波市长期以来给予延边的支持帮助 表示衷心感谢 他说 延边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 与宁波多年来在产业发展 对外开放 乡村振兴 科技创新 人才支撑等方面给予的无私援助 倾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通过对口合作 严永两地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互联互通日趋密切 文化交流精彩分成 各方面合作成果十分丰硕 这次我们到宁波学先进 促合作 既要学习宁波好经验 好做法 更要深化新一轮合作 加快对外开放步伐 加深新能源领域合作 深度开发延边自然风光和人文资源 集中力量推进重点边境村建设 积极恢复延极致宁波空中航线 延边将继续完善合作机制 强化对接交流 加快推动双方合作事项落地建效 把宁波的帮助和支持转化为发展的巨大动力 持续推动边疆稳固安宁 人民幸福安康 汤飞帆对延边州政府代表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 并简要介绍近年来宁波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他说 从2016年对口帮扶开始 宁波和延边接下了并肩战斗 携手同行的深厚友谊 2021年以来 一批重点向摩加快进城 一批商旅品牌持续擦亮 一批民生时事好事落地 推动两地对口合作取得新进展 希望两地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和浙江 吉林 两省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 同提共达 互利共赢 携手加强产业合作 共同培育壮大新制生产力 携手扩大商贸交流 让更多好资源 好产品 好风光走向市场 携手增进民生福祉 共同打造 共同富裕标志性成果 携手健全交流机制 推动永延两地在常来常往中越走越亲 合力开创永延深化合作新篇章 宁波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赵海斌 市政府秘书长朱金茂 吉林省边境村工作专班组长王璐 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 宁波市和延边州相关部门 及县市区负责统治参加会谈 29号晚 延边工人文化艺术中心音乐厅 灯光璀璨 管乐齐鸣 由州委宣传部周文广旅局主办 延边歌舞团创牌的 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场音乐会 与观众见面 标志着延边歌舞团2024 金达来音乐祭全面启动 周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继德 与观众一起观看了音乐会 音乐会在交响乐 红旗颂的旋律中拉开帷幕 弦乐奏出舒展优美的主题 向观众讲述 在红旗引导下 无数英烈 英勇奋战 奋发向上的革命气概和感人故事 女生独唱难忘的那一天 唤起人们对光东村美好的记忆 小提琴独奏 金色的炉台 又把观众带到了火热的炼钢炉台前 荡气回肠的音乐 深深感染了现场观众 现场响起阵阵掌声 炎编构团演制人员 以弃乐和声乐作品 展现了全州各族人民 共居共学 共见共享 共识共乐 共同欢庆节日的喜庆氛围 据了解金达蓝音乐季 文化会民演出 至今已经成功举行7年 已成为我州文化会民品牌项目 今年的金达蓝音乐季 将根据季节变化增减节目 充分满足各行业各年龄段群众的文化需求 为研编文旅促三交 增添文艺助力 今天我州助劳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师范学校命名揭牌仪式 在延吉市北山小学校举行 副州长郑全参加揭牌仪式并讲话 他强调 全州各级各类学校要持续推动 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进一步整合教学资源 加强校际间师生交流和资源共享 推动各族学生学习同步 语言同学 困难同步 和谐共创 要深化课堂教学 构建涵盖课程融入 专题教育 主题实践 教育资源的一体化教育体系 打造一批精课 优质课 精品课 要进一步丰富实践活动 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红色研学 科技研学 中华文化研学 民族团结研学 生态研学等实践活动 让各族青少年在行走的课堂中 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据了解 年初以来 全州各级各类学校党组织 认真履行四个第一政治责任 以无有校园创建为标准配置 按照一校一品 一校一特色 全方位打造 充满中华民族共同体气息的 校园文化育人环境 经综合评定 延吉市北山小学等112所学校 命名为 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学校 五一将至 我州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为了迎接来源游客 我州各景区景点住宿餐饮 做足准备 全力打造文旅消费新体验 车站 机场等处 也将加强人性化服务 为广大旅客提供诸多便民服务 作为集化石发掘 保护 科研 科普 寓教娱乐为一体的科普教育基地 延吉恐龙博物馆 是延吉市文化旅游的 一张亮丽名片 延吉恐龙博物馆 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准备好了迎接 五一黄建州的到来 同时我们还准备了亲子DIY活动 可以亲手制作一个恐龙相关的勋章 还可以在我们的一号馆 领取纪念书签一枚 那也欢迎所有的来延吉的游客朋友们 都能走进延吉恐龙博物馆 感受白恶纪时期的恐龙魅力 随着假期临近 酒店和民宿也迎来预定热潮 不少酒店民宿酝酿新招 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 沿边华裔卡伊洛斯酒店 为入住的客人准备了新鲜水果 特色米酒和民宿饰品 并制作了旅游景点美食攻略手册等 此外 该酒店精心打造的露天啤酒屋 将于五一期间投入使用 为游客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 严吉素有美食之香的美誉 烤肉 冷面 泡菜 打糕等特色美食 吸引无数美食爱好者来此觅食 每逢即假日 各特色餐饮店门前排队就餐的场景 逼逼结识 为了让游客能大饱口福 商家都提前做足了准备 那个从五一前半个月开始吧 然后我们就为了五一开始准备 就是按照之前五一的量的话 是平时的五六倍那个菜量来准备 然后还有我们店的特色名剧友 也是按照六七倍那个量 平时的量来的 为了进一步方便来沿游客 五一期间 文旅定制主题公交车亮相严谨 同时四千二百九十一个停车位 免费供市民及游客使用 今日不少市民游客 在延吉市乘坐了不一样的公交车 车身主题极具延边文旅资源特色 画面巧妙运用了延边七彩色 融合了延边本土文化 旅游 体育等元素特点 吸引旅客眼球 成为延吉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定制主题公交车宣传活动 由周文光旅局策划 以延边文旅 带您唱游延边宣传主题为载体 在延吉市打造包装了 跟着民俗游延边 跟着美食游延边 跟着足球游延边 跟着边境游延边 跟着冰雪游延边 跟着旅拍游延边六大主题的公交车 行车涵盖 延吉西站 火车站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等地点 此外 延吉市第二高级中学等单位在内的 共计4291个停车位 方便自驾游客停车 浑春市也为迎接游客做足了准备 作为浑春市重点文旅项目之一 浑春市 瓦斯托克欢乐岛 将于五一之前面向公众开放 今日记者走进浑春市 瓦斯托克欢乐岛 明亮饱和的三元色彩 梦幻浪漫的城堡造型 勇敢坚毅的IP形象 借港出海的美好愿景 每一处都彰显着浑春文旅的潜力 活力与魅力 瓦斯托克欢乐岛 占地面积19公顷 分为陆乐园 水世界 套娃剧场三大核心板块 是一座集 游玩 餐饮 演绎 购物于一身的综合性 主题乐园 大型游乐设施 包括断轨式过山车等五项 儿童游乐设施 包括摩天轮等九项 另外还有野外探险影院 套娃五地影院等 两处沉浸式影院 三国琴国际秀 大型三国文化主题表演 邀请俄罗斯 皇家巴黎舞团等 三国艺术家共同演绎 截日期间 欢乐岛还举办 烟花秀 电音节和美食节等活动 新增了很多项目 包括今年咱们现在所在的 这个学乐园 是头一次正式开业 包括室外呢 我们进行了一个 俄罗斯大马系 这个搭帐篷的一个搭建 包括摩天轮 这些游乐项目 都会在今年的运营当中 开始正式的对外开放 为保障来沿游客安全有序出行 五一期间 延级西站和延级朝阳川国际机场 加强人性化服务 记者从延级车务段了解到 五一假期 延级西站计划 加开列车15列 重连列车16列 其中 将加开大连到长白山 沈阳到长白山 长春到长白山 长春到延级等列车 对北京朝阳到浑春 北京朝阳到长白山 延级西到青岛北等 多次列车进行重连 为应对五一旅客出行高峰 节前 延级西站车站 做了充分准备 对站内扶梯 直梯 消防 安检等设备设施 进行全面检查 并组织全体职工 进行相应应急演练 同时 车站对一到七站台 进出站通道 及连廊地面 做了深度保洁 为旅客创造 良好旅行环境 为防止旅客在进站口堆积 车站在进站口设置防护栏 有序引导旅客 蛇行排队进站 车站提前安排 节日期间应急帮班人员 随时做好准备到站帮班 以及时应对突发大客流等应急情况 车站还是有流动服务港人员 以便及时为老 幼 孕 残 孕 及轮衣旅客等特殊重点旅客 进行服务 让旅客出行更温馨 更美好 在延级朝阳川国际机场 记者看到 大厅入口区设立了 老年人优先服务标识 增加了七彩员专员 协助老年人开展一对一服务 五一期间 为应对游客增多的情况 七彩员推出 一站式爱心陪伴服务 流动式爱心接力 最美七彩员等服务 并优化机场问询服务流程 利用旅客遗失物品平台 为旅客提供便民服务 开设多功能柜台 以及绿测通道 问询电话24小时接听 为晚到旅客提供延伸服务 据了解五一假期期间 延级朝阳川国际机场 计划执行航线19条 其中国内航线14条 国际航线5条 计划保障运输起降约196架次 旅客吞吐量约2.4万人次 同比分别增长24.1% 达到2019年五一假期的 105.4% 百分之一百点七 五一期间 我们问询电话24小时接听 我们先提前开放指寄会台 为旅客提供真情服务 也为晚到旅客提供延伸服务 同时呢 我们增加志愿者服务 为老年人及特殊旅客 提依特殊照顾和关怀 提供家人般的温暖 使你能感受到 幼稚的住行体验 沿边州纪委监委公开通报 四起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 9家罪嫁典型问题 为进一步延命纪律 强化警示警醒 教育引导全州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 牢固树立 计法议事 严守计法底线 坚决遏制9家罪嫁等 违纪违法问题发生 日前沿边州纪委监委公开通报 四起今年以来 查处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 9家罪嫁典型问题 具体如下 沿边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原三级主任科员全城山罪嫁问题 2023年7月 全城山驾驶机动车 被交通执法人员当场查获 经鉴定 全城山去业中 以纯含量为 每100毫升 186.16毫克 全城山因犯危险驾驶罪 被判处拘役 一个月15日 并处罚金 2024年4月 全城山受到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 沿边州 强制隔离戒毒所 一级警长金哲云 酒驾问题 2023年8月 金哲云驾驶机动车 被交通执法人员当场查获 经酒精检测仪检测 数值为每100毫升57毫克 公安机关 给予金哲云罚款 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 行政处罚 2024年4月 金哲云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浑春市密江乡 人民政府副乡长王鹏 酒驾问题 2023年6月 王鹏驾驶机动车 被交通执法人员当场查获 经酒精检测仪检测 数值为每100毫升67毫克 公安机关 给予王鹏罚款 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 行政处罚 2024年3月 王鹏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图门市农业农村局 序幕兽医科科长 黄吉珠酒驾问题 2023年11月 黄吉珠驾驶机动车 被交通执法人员当场查获 经酒精检测仪检测 数值为每100毫升77毫克 公安机关 给予黄吉珠罚款 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 2024年3月 黄吉珠受到政务警告处分 全州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 要一案为鉴 一案为戒 深刻认识 酒驾醉驾 违纪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性 知敬畏 存借据 守底线 不断增强 遵纪守法的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 在全社会树立标杆榜样 积极引领社会风尚 全州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履行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以把守要落实低责任人职责 加强对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 日常教育管理和监督 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及时提醒及时纠置 全州纪检监察机关 要坚持挺计在前 加强监督职计执法 以零容忍态度 从严从快 查出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 酒驾醉驾问题 做到发现一起 严查一起 绝不姑息 要严肃工作纪律 对酒驾醉驾 隐瞒不报 压案不查 移送不及时等问题 一规一计一法 严肃追责问责 要深挖彻查 酒驾醉驾背后的 违规吃喝 利输送等问题 坚决铲除 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持续释放 越往后 止迹越严的强烈信号 各位观众 今天的研编新闻播送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请请关注 研编广电客户端 感谢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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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